大家好 这节课我们来一起学习一下Permico的基本操作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节课的课程目标 首先是掌握如何用Permico与远程机器建立SSH的连接 第二就是编程观察远程服务器的状态 第三就是在已有的代码基础上进行一个优美的实现 我们首先要知道SSH连接的步骤 首先是有一个SSH的服务器 它建立了一些公式 然后放在本地的文件中 这个SSH的Client就是客户端 它发出连接的请求 然后服务器把这个公式发给客户端 客户端拿到公式之后进行比较 同时做出判断 接受或者拒绝或者保存 同时计算出自己的这个公式和私实 然后把这个公式发给服务器 接着就开始连接双向通信 这个就是SSH连接的一个整个的过程 那我们知道 我们今天的用permico连接远程服务器 就有一些基本的前提 首先是你要连接的机器 它已经开启了SSH的这个服务 我们今天要连接的这台机子就是我另外一台局域网内的Ubuntu的机器 它已经开启了默认端口为22的这个SSH的服务 这个而且要知道它的用户名和密码 permico连接远程服务器 它的过程是这样 首先是新建一个SSHclient 这个SSHclient是什么呢 它是permico提供给我们的一个API中的一个类 因为permico它是一个基于SSH协议的一个封装的一个库 它提供了一些简易好用的API给我们使用 来让我们完成各种各样的操作 这个SSHclient就是它提供的一个 要访问远程机器和文件传输一个最基本的接口 另外一个就是要设置它的hotkey 就是之前所提到的这个设置这个公式的处理公式的 这样一个机制permico它提供了我们提供给我们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设置的办法 最后就是调它的connect这个API完成连接 这样我们就来具体看一下如何编码来实现 然后我们打开这个pycham 新建一个工程 新建一个python的项目 这个python的项目 它的python的解释器是基于我们上一节所建立的这个tach的这个虚拟环境 它是用之前用python installparamico这个指令已经安装了paramico的环境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直接来引入这个paramico的这个包 然后我们使用这个paramico SSHclient这个类建立一个client的对象 然后就设置它的这个hotkey的机制 我们一般是采用paramico的自动添加的这么一个机制 最后第三个就是调用它的connect的方法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connect的方法有很多的参数 有IP端口用户名密码 还有其他好多个参数 我们在用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参数 就是timeout就是超时时间 就建立这个连接的时候 我们想让它如果多久没有真正接连接 就返回异常 然后它的hostname我们远程机器的IP是192.168.3.105 短口r username password123 这个timeout 我们就timeout是个float型的一个变量 我们设置1.0 然后这个connect我们可以首先来看一下 不设置这个hotkey的时候会有什么情况出现 你看它会报错 会抛出一个ssh exception这个异常 说这个服务器找不到 不在这个nonhost的这个文件下 所以说这个是必要的 我们来看一下 对这没有报错了 那我怎么知道它 它这个没有是连接是正常的呢 因为这个connect这个api 如果它出现连接异常的情况下 它都会抛出一个这个 这个ssh exceptio 这个异常 现在它没有抛异常就说明它是正常的连接 然后 我们看一下 如何建立连接之后 如何进行查询远程服务器的状态呢 它其实也是非常简单的 是调用它另外一个exception command的这个api 看它的api 也有好几个参数 比如说有command的这些个字不串 bufferside就是说最大的这个buffer 还有timeout 还有这个其他的参数 我们现在就只用它的这个command的这个参数 是个字不串 比如说我们可以查询 ubentude的它机器的日期 date 这个command它返回的是一个原组 其实就是返回的是一个有三个变量 有输入输出和错误 其实我们只关注着它的这个输出 我们直接打印它的输出 我们可以看一下 对 它其实是把一些内部的信息给打印出来了 其实是应该掉用它的vlines 把它的结尾打印出来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它这个把时间给显出来了 23.52分26秒cst时间 还是不够直观 怎么办呢 我们就可以 采用这样的办法 把它所有的内容给打印出来 对 把它的时间给打印出来了 我们还可以看一下更复杂的这个查询 比如说查询这个内存 内存的情况 查询这台机子内存的情况 对 你看现在它就会把远程机器 它的内存 所有的内存的情况给 返回这种消息 信息给返回来 我们就可以看到 对应机器的这个详细的这个内存信息 我们这样就可以知道 这个Permico 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 简易操作 而且是非常有用的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我们现在的这种写法 它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其实它有以下几个问题 一个就是它有硬编码的情况 什么是硬编码 硬编码就是说在代码里边 你用的一些变量 它是写死的 比如说我们刚才 调用Connect这个API的时候 它的IP地址 端口 用户名和密码 都是我们写死的 什么192.168.3.105 用户名 密码 如果它的对端的这个 那个端口 它变了 或者说是密码 拥护名一般不会变 它的密码 改变了 我们是不是要去修改代码 如果在实际工作中 这样是非常的不方便的 而且是有一定风险的 修改代码就意味着 它可能是bug产生的根源 所以说我们最好把这个变量的配置 可配置的变量跟代码分离开来 就是说消除硬编码的这个 一个办法就是让它可配置 就是说让这些变量可配置 其次就是异常的捕捉 我们可以看到 刚刚是我们省略了那个设置 hold key 机制时候 它用connect的方法就抛出来一个 ssh exception这个异常 但是我们并没有对它进行处理 这样的话就会在实际的工作中 它就非常的不好 甚至是有一定风险的 因为你不补获这个异常的话 可能你的代码就没办法执行下去了 可能然后你写的这个 这个软件可能就当掉了 实际生产环境下 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另外就是进行一些封装 我们看到了 Promico它是对这个 它其实就是对ssh写的一个封装 然而我们在实际的使用Promico的过程中 可以针对自己项目的需要 对它进行二次封装 就是说封装成我们大家 一起团队合作的人 他更方便的使用它 甚至他可以不知道Promico这个module的存在 而钓入你的module来进行更方便的一个操作 那我们就看实际的 实际的过程中 我们是怎样来解决这几个问题的 首先就是消除硬编码的这个问题 我们引入另外一个configpizer这个库 configpizer 然后就是把这个配置可以很方便读进来 configpizer 然后它的它的这个 它其实它有一个read的这个 这个api就是读文件 读取文件 那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建议一个文件 叫做config.txt 或者是这样吧 叫这个修改 这样我们可以学一下这个 pycham它修改文件的一个文件后缀名 个ini 然后它的ssh 然后它host是192.168.3.105 port2 username alan password password123 timeout 1.0 然后我们read这个ini 那那么这些 这些硬编码的地方就可以换成对应的配置 我们去get它有一个section就是ssh 然后它对应的名字就是这个host 可以拷贝过来 这个port username password 我们再对应一下 看有没有地方写错 host对了 最后的这个timeout 它这个其实是一个 是一个float 这个是一个port 是一个int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 对 这样我们把这些变量给替换成 用这个配置来解析出来它实际的值 我们就是用这个config.pilot来完成的 然后现在它运行的是非常的 非常的好 然后我们就把这些实际的变参数给用配置给它隐藏起来了 如果将来我们配就是配置一旦更改的时候我们只需要更改这个config.ini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进行异常的捕获 首先这个我们到这个connect它会抛出这个这个异常的时候我们就其实就应该用python的这个try 来补过它 然后用这个eception 打印 打印 打印这个可以把这个异常给打印出来 然后 这个时候呢 一旦这个开启的时候我们记得要把它给 close掉 避免造成这个资源的这个泄漏 其实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这个就简单的看一下异常的捕获 其实这个地方如果抛出异常的时候我们就在这儿把它给捕获了 其实这个eception command它也是会抛出异常的 那我们就留作练习 供大家这个下去的时候 把这个eception command也进行一个异常的捕获 嗯 接下来我们就对它进行一个封装 如何封装 封装它是面向对象的一个呃特点 就是面向对象方法的一个特点 就是说我们把一些细节给隐藏起来 怎么怎么那个隐藏呢 其实我就是通过类 嗯我们可以那个 这个新建一个paramacleclient这个类 然后其实我们在它的粗质化函数中就可以把config这个文件 config这个文件名给传进来 然后就可以进行一些初始化的工作 对 这个config要变成这个类自身的这个编量 然后这client也是变成它的一个成员 这个类的一个对象的一个成员 嗯 然后我们还可以定义它的 connect方法 connect方法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一部分全部拷贝过来 这个client变成了自身的这个成员 这个client变成了自身的这个成员 config也全变成了自身的这个成员 你就可以体会一下 这个封装的过程是怎样的 其实这个connect的时候 这个时候 然后最终这样就可以 最后我们再封装一个啊 啊如何执行命令的run command的先写 它传入一个command的一个字母串 我们就可以帮它执行命令 对这样一个类我们就做好了啊 我们再用这个类来 来建立一个client primicalclient的这个对象先编译 好没问题 我们 用它的connect方法连接 然后run command的run刚才的date 看它把直接就把这个指令的结果输出出来了 我们还可以运行一下刚才 刚才说的查询远程机器的这个内存信息的这个指令 memory memoinfo 对了 对了 我们这样就看到了这个 从它编码到进行一个更优雅实现的这么一个过程 其实还有一个 还有更好 更好的做法就是说 把它的把这个primicalclient这个类单独放到一个文件里面 这样的话封装性会更好 这样也作为我们的一个课程的一个课后练习 就是说把这个primicalclient它做一个单独的这个类 单独的文件放在一个单独文件里边 然后在这个test.python里边引入这个primicalclient 然后我们来掌握一下这个面向对象的一个具体的这个做法 好 我们今天的课程就上到这里